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我们来介绍一款来自奈特克尔的多光源可充电的雨量化头灯 当然我们要先摆这个挪一下 来来来宝贝让一让 好了 主角正式登场 当当当就是这个 AU25 这可能是目前奈特克尔最轻量化的头灯之一吧 然后它具备三种光源 四种亮度和三种特殊模式 内置了614毫安的锂电池 主灯的这个反光设计使用了一个橘皮光环 然后在极亮的状态下 可以输出一个366明的亮度 最大射程可以到81米 然后在正常的情况下 最高亮度可以到196明 续航5个小时 射程是61米 它的泛光照明角度可以到100度 最高亮度是26明 续航呢是6小时15分钟 它提供了一个红光照明 红光照明一共有三档 分别低亮高亮和这个景色模式 如果说从它的亮度和续航来看的话 那么它的参数看起来是相当一般 但是它裸机只有28克 28克是什么概念呢 一节普通的AA就是5号充电电池 重量大概是25克左右 也就是说这个头灯裸机 它的重量仅比一颗5号电池重3克 体积上看的话 它和一个JPOR的大小 几乎都是一样的 在这种体积和重量之下 家传的IP66防水 隐藏的电量显示和1.5米防跌落 一个都不少 同时这是一款2019年 德国权威媒体最佳编辑推荐奖 当然这个在拿奖方面 奈特格尔就是业界小能手 但是就算它拿了奖 同样是死心不改 依然使用了这个MicroUSB的接口 不过还好 它提供了一个边充边用的功能 就是万一没电了 差一个充电宝 一样去用 它电器设计依然是非常优秀的 比如说利用同级版的FPC 来扩大LED的这个散热面积 同时呢 这个也使用了这个可调设计 为了可能追求这种轻量化吧 连这个背板都使用了镂空设计 而且这款头灯有三种配色 有黑色黄色和白色 它这个弹性支带是使用了这种 有硅胶防滑紫焊条的设计 这硅胶条位置比较靠前的 这种设计不仅可以防滑 还起到一个导汗的效果 和这个紫焊带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避免我们大量流汗的时候 汗水流到这个眼睛中 而且它这个头戴拆卸 也是非常方便和简单的 只要往里一拽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安装上了 它操作非常简单 有两个按键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阻光上面按键控制阻光 阻光上面的 这个泛光上面的按键控制阻光 我们单击这个阻光的按键 就可以开启它的这个阻光光源 然后再次单击 就可以调整它的亮度 在关机上下 长按这个按键 就可以开启它的这个泛光模式 然后再次单击 又切换回阻光 在关机状态下 长按这个 复光源上面这个按键 就可以开启它的这个 红光模式 红光模式一共也有三种 一种是低亮 一种是高亮度 一种是这个 警示照明 可以在关闭 然后低、中、高 中间循环 在开启阻光的情况下 长按电源键 就可以快速进入这个 极亮状态 和所有的产品一样 在极亮状态下 它使用时间都非常短 因为热保护原因 它会很快地进入一个 低亮度的状态 然后在任何情况下 长按主开关三秒 就会开启SOS模式 然后再按一下 可以切换到这个信标模式 再按一下进行关机 同时它也具备一个锁定模式 在任何情况下 同时按下这两个键 然后中间会有个小灯 会有个红色闪烁 表示现在已经处在锁定状态了 这时候你按任何键 都是不管用的 然后解锁是同样的操作 也是在锁定情况下 同时按下两个键 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作为奈特克尔的一款 轻量化产品 我觉得它的最大优点 就是轻 轻到真的裸机 和一节五号电池的重量 几乎一致 而且国外网站上 还有很多这种轻量化的配件 就是因为它的整个的 这个主机重量已经很轻了 但是它这个织带的重量 还是蛮重的 就是简单的用这种橡皮筋 来替代它的这个织带 达到一个极度轻量化的目的 当然这个东西 其实也可以很简单DIY 我也简单的DIY了一下 虽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也可以达到一个 轻量化的这么一个效果 因为我这个方案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 可以使用这种更轻的弹力绳 来替换掉它的原来的这种弹性支带 来达到一个更加轻量化的目的 然后缺点呢 其实也是有的 首先这个还是 这都2021年了 怎么还是Micro USB 对吧 我真的是很难理解这件事 然后再者在操作上 虽然说已经很清晰了 就是左边控制左边 右边控制右边 但是我希望还是可以在 它的这个主灯的电源开关上 设置一个可以更加清晰的 可以通过触摸去识别的 这么一个设计 这样可以减少一个 误操作的这么一个可能 再者呢 我觉得这东西已经设计的这么小了 咱多送一个送纳袋可好 对吧 不然平时的话 其实真的放在那也很难去找到 而这款产品的使用的场景 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就真的是夜跑和月夜跑的神器 非常非常轻 这个真的是戴在头上 几乎快感觉不到它的重量了 而且作为我们平时 营地中的辅助照明去使用 也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 喜欢我们内容的小伙伴 希望大家积极的点赞关注 有哪些感兴趣的话题 也一定要留言给我 说不定下集就是你们想要的 我是你们录 耶 那些人 给了 我 我 谢谢大家